在2019年6月的第一場比賽 巨人老將阿布聖之柱 終於完成生涯400轟的里程碑 乘著這股氣勢 奮回之時面對和太平洋聯盟球隊的交流戰 是更顯信心 對上樂天的系列賽 以兩勝一敗的優勢搶下開門紅 接下來迎戰羅德隊也很有話題 因為第一場比賽的六局下 要上演巨人隊的楊代剛 對決羅德 陳冠宇的台灣內戰 這一次交手是千葉軍團的 清清代舊部 戰德上風 這顆147公里的速球 讓右掌敲出內野滾地球 被刺殺突擊 不過楊代剛也很快討回來 第二戰先發打第七棒的他 在二局下第一次上場打擊 抓準第一球就把小白球 送到中外野的最深處 用楊春拳來打 幫助巨人隊先持得點 而且這場比賽 右掌是帥好帥滿 單場四個打數敲出四隻安打 火湯的表現完美的 詮釋了他在交流賽的好狀態 總計楊代剛在18場比賽中 27個打數敲出十一隻安打 打擊率是超高水準的四成零七 將個人對於太平洋聯盟球隊的熟悉度 發揮到淋漓盡之 搭配搶打少年港本合針 在交流賽也展現搶打威力 一共炸裂五發長城導彈 讓巨人軍的攻勢是更加流暢 而且不只如此 巨人的投手部門也有好消息傳出 王牌兼野智之 在五月中下二軍調整後 也在對上羅德的交流戰中回到球隊 連續兩場攪除優質先發 也拿下勝利 再加上開季以牛棚角色出發的 櫻井俊貴也有驚奇表現 這位四年級生在交流賽中 被賦予先發投手的任務 也不負眾望 連三場都是優質先發 還拿下兩勝 終於投出2015年 巨人球團第一指名的身價 投打都有人跳出來 也讓巨人軍在面對過去幾年 總是更強勢的揚聯對手 也毫不畏懼 一度連續贏得五個對戰系列的優勢 最後拿下十一勝七敗的成績 整體的表現完勝其他的養聯對手 也讓他們在交流賽結束之後 一口氣衝上中央聯盟第一名的位置 久違的龍頭寶座 一坐上去就不想再下來 巨人軍在七月的戰績是持續上揚 打出十三勝 失敗超過五成的勝率 其中隊長班本勇仁在七月 敲出六發紅布讓 在拳雷打王爭奪戰中持續前進 到了八月換成笑臉狼 鋼本合真跳了出來 他在這個月狂凶濫炸 轟出了拔拔拳雷打 完全撐起忠心打線的活力 儘管到了八月初 巨人一度陷入單州 只拿一勝的小低潮 但他們接下來完全展現了 老牌競女的抗牙心 到了八月中 包括橫掃版神武在內 打出一波六連勝 讓他們慢慢的拉開 跟其他球隊的差距 直到八月二十四號 在十川勝武與九局下 敲出石破天津的代打 再建拳雷打之後 巨人軍也正式點亮了 瘋王的魔術數字M20 隊友的打擊持續火燙 幫助巨人直衝排頭 反觀台灣國民打者 楊帶剛卻是表現起伏 在先發機會不固定 常常以代打身分 上場的情況之下 右嗓七月還能夠維持 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但到了八月 手感卻直線降溫 還一度連續四次代打出場 都沒能夠敲出安打 單月打擊率是不理想的 一成三六 也讓他更難奪回 先發的位置 楊帶剛沒能把握機會 至於跟他在2017年 同樣以自由球人身分 加盟球隊的投手 山口君 卻上演大復活的戲碼 這位前橫兵隊的強頭 加入巨人之後 一度捲入場外 鬥毆的事件紛擾 導致前兩年的表現 不盡理想 但到了2019年 他找回狀態 球局中一度拿下八連勝 最終整季15勝4敗 防禦率2.91 成為球隊在兼野之之 狀態不穩時的另一王牌 無論投手跟打擊 先發或替捕 巨人軍都有人手跳出 也讓他們在9月最後的 爭冠時期頂住壓力 在9月底對上橫兵的 系列賽中順利瘋王 拿下隊史第37座 中央聯盟冠軍 而眼看球隊是重返巔峰 巨人的精神領袖 阿富勝之助 也選擇在這時功成身退 我以為野球選手 選手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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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還以為野球人生 我還以為我死定了 我還以為我死定了 身穿巨人球衣19年 阿富勝之助選擇在球隊 拿下陽聯冠軍之後 宣布退休 也算是替自己的職業生涯 劃下一個最好的句點 但這個句點還有更璀璨的可能 在9月27號 巨人本季在東京主場巨彈的最終戰 阿富勝之助穿上了全套的捕手護具 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場 例行賽以先發捕手第四棒的身份登場 而對手彭斌也很夠意思 上了場就是真槍實彈的對決 神力合一發動快腿 挑戰阿富成功倒上二壘 但這並不影響阿富勝之助的好心情 到了二局上 巨人特別安排了他在全勝時期的投手搭檔 則穿破一中繼上場 在老戰友的陪伴之下 阿富也完成今天的輪捕任務 留在場上擔任一壘手 不過這場比賽做客的橫秉可不客氣 比賽前面三局保持2比0的領先 到了四局下巨人好不容易 才靠著版本勇人的拳內打打破鴨蛋 接下來打擊輪到今天的主角 阿富勝之助 而也正是在此時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難了一個事情 這個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只要在境內的話 真的上去了 這個就厲害了 阿富勝之助不愧是一代強打 在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 眼鏡球隊處於落後 他燃燒老將的鬥魂 一棒掃出右外野的陽春炮 幫助巨人追平戰局 這生涯第4068拳內打 絕對讓球迷 甚至是他自己本人永生難忘 而他的精神也感染了 同為捕手的隊友探古迎人朗 虎局下用一發石破千金的 滿貫拳內打 幫助巨人最後是以6比4逆轉銀球 也讓阿富勝之助的 神奇最終戰畫下完美句點 只可惜到了季後賽 巨人雖然在第二輪以3比1 淘汰世仇板神虎 但在日本一系列賽 卻被軟體銀行鷹以0比4橫掃出局 無緣日本最強的稱號 不過縱觀巨人隊 在2019年的表現 從前幾年一度被拒於季後賽 大門之外 勝率還跌破5成的慘況 到了這個球季 重返日值季後賽的最終舞台 原成德監督的帶兵功力 不在話下 投手端 兼野之之維持一定水準 還迎來了大富翁拿下聖頭王的山口軍 小將鷹井巨棍也破茧而出 巨人軍似乎又找到了 爭冠必備的投手三本柱雛形 打擊部分 隊長版本勇人持續進化 雖然在拳雷打王爭奪戰中功敗垂城 但單機40轟還是創下個人的生涯新高 搭配連續兩年都敲出30發以上 拳雷打的鋼本合針 以及單機有27轟演出的新同學 玩家號 巨人團隊一共送出183發全雷打高居6 隊第一 擺脫過去幾年 長達火力不足的缺點 台灣好手楊代鋼就比較可惜 金溫整季打擊率兩成74 已經是加盟巨人三年的最佳成績 但單機四發全雷打的長達表現 是持續探底 在始終得不到 家人團信任的情況之下 楊代鋼在這個賽季 最後只獲得208個打數 是2010年之後的最少數字 在接下來新球季開打之前 楊代鋼勢必要拿出更好的表現 才能夠重新獲得 教練團關愛的眼光